在上海嘉定一个外表不起眼的厂房里 28岁的台湾青年陈宇利正与伙伴们一道忙碌着 目前她是上海营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专注于电竞领域的创业 在陈宇利看来 自己六年的登陆创业之旅是一场温暖的冒险之旅 为什么会来到上海呢 其实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悲患了糖尿病 那这也会是我来到上海的其中一个转捩点之一 原因是因为过去就是糖尿病在大家认知之中 会是生命比较短的 就比起一般人来说 那时候我就在思考 我这么短的人生怎样能够活得更精彩 所以那时候看遍了整个就是世界各个版图 最后觉得上海是一个好地方 它不仅是经济在快速腾飞 然后二是它的发展潜力也特别的大 再加上语言文化相近 然后也都是一家的 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会是我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源头 因为身体原因 陈宇利的父母一直希望她留在台湾 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心中的登陆计划 还特意选择了与大陆高校交流频繁的台湾师范大学就读 并趁着两岸青年创业交流实践活动的机会来到上海 为什么会选择师大呢 其实有私心 因为师大跟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些交流 不管是学术上啊创业上的 对我来说只要有交流我就有机会 那时候在大三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两岸创业交流的一个就是发布 我就想哎 这不就是我的机会了吗 所以我就选择一篮绝来参加 那当然很多人参加的就是大学生都是抱着玩的心态 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必须得把握的机会 在上海的日子 陈宇丽看到了大陆创业青年的激情与活力 实习结束后 她当即决定休旬两年到上海正式开启创业 在政策的扶持下 如今陈宇丽的创业项目不断扩展 从单一的校园电竞活动到电竞国际赛事 品牌策划 电竞服装设计等多领域共同发展 团队也从初创时的五人小团体 扩展到目前拥有直播解说等完整产业链 陈宇丽说 她在上海收获的除了视野 还有难忘的友谊 甚至过年 我们不是常常会没有办法回去 他们都会说 要不今年你来安徽 也不今年你来云南 那我觉得就特别的温暖 甚至我才能体会到 各种不同大家过年的风俗 这种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好 大家不会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 或外地来的 而有不同的想法或看法 反而是更加的包容 更加的照顾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点 让我有家的温暖 更愿意待在这里 然后融入这里 创业期间 陈宇丽曾受邀回到台湾母校演讲 她将自己在大陆的所见所闻 告诉母校的同学们 希望能鼓励更多的台湾青年 来大陆瞧一瞧 看一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向大家就是展示 可能有些人没踏进过这个大地 那我觉得通过我的经验 告诉大家最真实的一面 是我该做的 然后吸引更多台湾的人才嘛 上海很大 它链接的是更大的世界 更大的经济活动范围 你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台湾的经济体量 或者是人口基数没法支撑 但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